準備了賣力 而作為替代品 可降解膠袋的受歡迎程度就低很多 記者到某年所超市觀察過 這裡提供可降解膠袋 一個超過一元 半小時下來買可降解膠袋的人 未超過十個 其餘絕大部份的人 都是自帶環保袋 或者用自帶膠袋 限縮令似乎真的有效果 不過再仔細看一下 這間超市同時提供免費的保鮮膠袋 很多股客都會拿多幾個 一來可以分開冰燒商品 二來也可以拿回家循環使用 如果還未夠用 市內各個賽市場的不可降解膠袋 全部免費供應 那他投資幾分自壓接受 過幾呢 過幾又不行 或是一個少女兒那麼誇張 而在批發商層面 對可降解膠袋也都很確拒 過了很多年了 整條路不必穩 我剛開始玩過另一天做 因為過架解膠袋 就是要找一個漂亮的倉庫 封寮聽到 這好像一百一條 這兩條 記者之後走唯一得路 的確沒有發現店舖批發可降解膠袋 根據限索令 在全國範圍內 所有的超市、商場、賣賣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 一律不得免費提供索料扣物袋 規定至今實行超過七年 限索令改變得更多的 只不過是讓大家接受超市膠袋 而每次買 所以近日有輿論開始吹風 提出將限索全面升級為禁索 即將賣膠袋變成徹底禁用 目前吉林省已經在全國 率先實施這項政策 觀察的記者様看到 はい